大家好,我是阿斌说道德鲁联赛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他是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一场由职业球员和非职业球员一起参加的混合篮球联赛,目前是全美最为火爆的职业业余混合联赛,这个赛事是在1973年由埃尔文·威利斯创办的,每年的6月份常规赛,9月份季后赛,而总决赛在9月中旬。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20多支球队,这也算是一个洛杉矶当得的一个夏季联赛,每年夏天都有无数的NBA巨星到访,科比、哈登、杜兰特、库里、勒布朗等等,他们都来德鲁联赛打过球但是你如果问我谁才是德鲁联赛的篮球之神? 我想这个答案就只有一个,不是任何NBA球星,而是那个名叫富兰克林赛森绰号NITI的男人富兰克林赛森, Franklin Session,1989年1月23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对于他可能很多球迷都比较陌生,因为他并不是NBA的球员。 不过对于德鲁联盟有了解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他赛森的篮球人生直到高三才真正开始,毕竟没有天赋一柄到顶级的地步,赛森没有收到过任何NCAA第一级别大学的招募在社区学院,场均15.5分10.5篮板的贡献带队夺冠,到了大尔赛进入选全加州社区学院第一阵容,并且当选联盟MVP,之后赛森接到,而为伯州立大学的橄榄汁这里他是利拉德身边队内第三的分手,联盟最佳新人。 当所有一切看似不入正轨的时候,命运总会给你当头一棒。 但不过对于赛森来说,与其说是命运的捉弄,不如说是散漫放纵拖垮了自己。 在打出生涯最佳表现的大三赛季之后,他开始不去参加训练,每天放纵自己,他被学校开除了。 带着场均16.3分的成绩结束了不成功的大学生涯在职业篮球生涯梦想开始前,赛森就放弃了他,和很多普通人一样赛森。 赛森坠入爱河,为了家庭选择了一家手机店做销售经理,远离篮球的生活抚慰了赛森的心灵。 当然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也没有摧毁他对篮球的热爱。 上班至于他开始在洛杉矶的街头吃炸风云,16年捧起当年的赛季MVP, 第二年如法炮制但变本加厉的事,为球队带来了一座总冠军,18年完成三连NVP的撞举某天,德鲁联赛球馆外,发生一件有趣的事。 观众们自觉地围成了一道人肉铺围墙。 因为距离一场重投戏比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即使这个不大的球馆只能进入1100人,还是有许多球迷挤在过道上, 就像为了看一场NBA的总决赛一样。 NBA常规赛NVP哈登来到了这里,他将代表罗山基统一队出场比赛, 他在火箭队的队友P.J.塔克也将和他并肩作战。 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挑战德鲁联赛冠军小鸟复仇队。 在对手阵中,拥有曾经的NBA球员迈克詹姆斯, 但球队的核心却是铲联德鲁联赛NVP的富兰克林赛深。 在此之前,小鸟复仇队已经在德鲁联赛中取得了26连胜。 赛深其实是NBA开拓者对莉拉德在打大学联赛时的后场拍档, 莉拉德和他就打了一个赛季,并且也称他是NBA外最强的球员。 哈登一直都在劝火箭去关注赛深的表现, 哈登一直觉得赛深的能力可以在NBA打球7月29日, 有1400名观众想来观赏德鲁联赛的NVP和NBANVP的对决而来到德鲁联赛现场。 即使1400名观众人数没办法和NBA相提并论, 可是已经让这个体育管水泄不通了。 德鲁联赛的火爆,让你难以想象, 观众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看自己支持的球员怎么打爆一个个来自NBA的大牌球星问题来了, 为什么29岁的赛深一直想挑战每一个来到德鲁联赛的NBA球星? 这就是我的乐趣。 赛深说,在一段时间内,我都把自己是位自己最大的敌人。 哈登已经准备就续走到球场里开始做着热身活动。 在球场的另一头,赛深也同样在做着热身他一直活力地跳跃着, 这样能激活自己身体里的全部能量。 在上场比赛中,他在公牛后为单泽尔瓦伦丁。 头上砍下了44分,而在此之前的比赛中, 他在特兰大老鹰前锋托里恩普林斯身上得到了40分。 比赛开始了,如人们所料,哈登和赛深开始了一对一级别的较量, 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都在防守彼此, 但这场比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哈登在比赛中13投6中,得到了26分, 赛深17投6中,得到23分。 他们的数据看起来都不错, 然而观众们却为那些错失的得分机会感到惋惜。 当然,比赛中也有些充满街头异味的元素。 塔克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滑倒了,赛深对他发出了虚声, 而哈登则在一次三分投篮后扭到了脚踝, 观众们都平住了呼吸,直到他再次上场才松了一口气。 在上半场,哈登和赛深都没有在内线地突破得分, 这也让期待虎报场面的观众们有些失望。 最终,小鸟复仇队的连胜被终结了, 他们以81横线91输掉了比赛,但赛深并不想就此认输。 塔克在NBA是最好的防守者,他们还有哈登和鲍比布朗, 他说,我们队中除了我和麦克詹姆斯之外, 就没有职业球云了这是一次高强度的较量,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种感觉。 经历了这一场比赛,赛深也打服了大家, 即使最后输球了,但在人们心中他并没有输,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一刻他是成功的。 2018年夏天,公牛二年及新秀丹泽尔,瓦伦丁前往。 德鲁联赛着手感,球馆队挤满了人, 许多球迷甚至只能爬到上方的更衣室观看现场, 瓦伦丁得意洋洋,他以为是他的到访让这里棚毙生辉, 可比赛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面吹好内力的小个子与区域球, 粉丝球迷们欢呼不断,下一个回合, 他甚至主动跑过来,就你叫瓦伦丁是吧。 以为被不知名的小角色挑衅,瓦伦丁哪里受得了这气, 在德鲁联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突破上篮之后, 芝加哥宫生队的手轮新秀丹泽尔瓦伦丁非常兴奋, 并说道,这是我的的盘, 他朝着防守自己的球员大吼大叫着, 随着心情越来越兴奋,瓦伦丁开始用右手猛击自己的胸部, 咄咄逼人地走向刚刚防守自己的富兰克林, 赛深在面对当时还是新秀的瓦伦丁的垃圾化, 富兰克林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得分表演, 三分,中距离,变相突破,活动上篮, 用33分11篮板的数据回击挑衅。 经历了这几场出名的比赛, 阿迪达斯也一直想邀请赛深加入自己的半职业队伍征战海外球赛。 对于职业球员来说, 他们并不需要在赛季结束之后要为下一份合同奔波的生活, 对于靠篮球谋生的人, 他们也不会理解赛深在业于赛场拼命的行为, 当然赛深也不需要羡慕和理解, 成功又汉长只是一种方式呢? 更有意思的是,赛深不喜欢看NBA, 也不清楚每位球员的卡位, 他只想做自己, 用最单薄的身躯, 挑战着最大的不可能, 我们等风来, 不如追风去, 内利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里的Michael Jordan。 喜欢本频道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兵,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